在法会之中 向恩师请示 因为耳根言通很多前嫌听不懂 是不是能请刘长师 不要讲太深或改变的方式 其实因为各位就是要了解 为什么或许对那一张耳根言通的讲义 非常欣赏 就是累积很久的智慧才完成的 所以讲得很延满 或许后来在想 那个都是长时间的心虚 才有办法接受 所以后来或许想说这样也好 先把那个入门的那个方法 先跟各位讲 所以才在隔一个礼拜来的时候 直接就讲观世音菩萨讲的经文 那我们从他的经文进入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讲那一章 跟连同的讲义 不是说不讲 而是说放在后面 我们从浅入深 那个因为货学看起来真的是很浅 是白话 可是各位就是Q不懂 那台北的浅浅也是反应 说你讲的白话真的就是白话 那个话不是很深 可是不懂就是不懂 那以后听了很久以后 懂了还是知一切话 那知一切话懂了以后 在拿以前的那个录音带来听 还是一样 讲的话还是一样 一样的话 可是不一样的心境 心境不一样 然后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就是我们缺少那个薰习 一直薰习的话 很多清闲 北部的清闲都跟我学讲 说在研究那个道德经 两年前才听过 现在讲听得很清楚 都寥寥不明 那个时候两年前完全不懂 现在寥寥不明 怎么会差别那么大 他自己也在讲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 我们的薰习过了 而且在行齿方面 有累积这个三 那个听懂的 那个成分就增加了 一懂了以后就很高兴 所以这个 真的有时候也强求不来 不懂就是不懂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像或许以前 不是有三十年的摸索吗 那个时候 不是不努力 是非常努力 前省跑 到所有的地方 可以问的都去问 可是问出来的答案 我就是不满意 就是这样 就是不是 后来还是自己摸索出来 就经过三十年 回想真的够笨 这么简单要三十年 不是讲什么 有没有 就是这个样子 不懂的时候就是不懂 很简单就是不懂 要懂的时候 要单单 就会这样 以后各位了解也是会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